东河等十个福人社 10月28号将在新店捐洗室 以及捷运大平03号出口 举办捐洗活动 为了鼓励民众慷慨晚秀 当天完成捐洗250cc 可以获得全联旅券200元 500cc可获得400元 另外还会加振多项精美礼品 前半民众热心响应 秋冬季节气候变化多端 影响民众出门捐洗医院 年代导致协议库存量不稳定 为了帮助需要用血的病患 国际福伦社3522地区的 东南、新东、东门、东河、安东、东宏 一东网路 新宇福伦社将主办 东林东风协办10月28号捐洗活动 号召社会大众踊跃响应 我们主办的是10月28号的这一场 因为这一场是我们福伦捐洗月的 最后一场活动 也是最压轴的活动 然后我们的时间是10月28号 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的新店捐洗市 以及我们的捷运大瓶林站的3号出口 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挽起袖子来捐洗 这次的捐洗活动分成两个地点 包括新店捐洗市 以及捷运大瓶林3号出口 东河福伦社理事潘文将表示 民国99年东河福伦社捐款 协助新店捐洗市打造全新 五星级的捐洗空间 因此这次的捐洗活动格外有意义 了解到新店捐洗市 它在整个大新店区 一个人口急增的一个状况 那么非常需要有一个新的地点 来建制一个新的捐洗市 所以我们进行理事会的一个讨论通过之后 我们决定跟台北捐洗中心 来联手服务 来联手建制这个捐点 那也符合我们新店打造社区 连结世界的一个主题 由于最近有多种疫苗开打 新店捐洗市护理长崔爱宇也提醒民众 除了带状泡疹疫苗需间隔28天 其余疫苗都无需暂缓捐洗 像新冠的疫苗 还有流感疫苗 还有肺炎链球菌疫苗打完的话 是不需要间隔 但是自行观察 如果没有发烧就可以来捐洗 那像那个带状泡疹 就是皮蛇的疫苗 然后打完要间隔28天才可以来捐洗 为了鼓励民众慷慨晚秀 当天完成军险250cc 可获得全联礼券200元 500cc可获得400元 另外还会加赠多项精美礼品 且换民众热心参与 记者是明转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